民眾各個緊盯前方的發放台 聽到每人最多可以換兩份 民眾當場決定再掏一百 就為了這張 誤條券面額兩百元一張 排隊民眾可以用 百元縣抄兌換 也就是一百換兩百 兩百變四百 這樣的現金放大數 就有民眾文訊 惜家貸券而來 一次就把它換好換滿 領券之後的購物行動 不少菜籃族先緊握票券 這物色食材 最後一舉消滅它 不只台中第五市場 還有一中商圈 套中島 水利廣場外 也有民眾為了誤條券 排成貪食蛇陣仗 我們發的速度很快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會排很久 為了振興經濟 台中市政府規劃出這張誤條券 美元最多拿兩百換四百 分成兩階段發放 五月六月各有十五萬份 發出之後限期使用完畢 民眾得留意在哪裡發放 就要在哪裡消費的規則 你們買什麼 腰果 像這樣在東寫廣場拿到物條券 民眾立刻上樓消費 買腰果 物條券顧名思義就是因為物價上漲 用券把現金放大 由物價重新調整的含義 票券帶來小確信 限期使用規則加快消費速度 與代謝核爆的速率 三連星王子宇 張俊棟 台中採訪報導